Hello 我是Lucky 今次先講一講一連串的強化 是有三樣的 首先是這個 版本20.0update的紀念強化buff 雖然內容方面前天都有公開過 但今次這個版本是多一點情報 多一點強化可以說是 畢竟極醒前後都有強化的 好 看回了 由水平神降星神望起 首先舊進版這個是講過沒有 好像都沒有 這個好像沒有 是強化做4u 變上是10c8u啦 10c8u啊 還有覺醒是心血強化這些就還好 都是火力向啦 5cd技都是轉換技來的 加上5回合的水天降loop 技能都是這樣 都是降星神的技來的 隊長方面就是機械系的全3為4倍 加上500萬追感啦 還好 好 而舊進義版本是 雙10c3個u plus 但超過醒方面沒有u plus是可惜一點 總之買點都是火力向的 假如計算轉屬武裝的話 火力方面都可以期待一下 畢竟是雙10c6u 而技能都是轉換技兼天降loop技 之前講過的啦 最後是極醒版本 極醒的衛平神 而極醒版本就可惜一點 怎麼說呢 雖然壓縮了 但竟然是沒有10c給他 只是多7c2 2 上7c上u plus 連超覺醒10c火力都ok 而最重要可能是這個 L字防的覺醒 OK 這個是新追加的L字防 在下版的新潛覺SB加加之下 我想這個覺醒是會有不錯的效果都不定啦 畢竟目前來說L字防武裝是沒有的 所以變相本體的L字防角色都頗重要的 而5cd技都不翻的 6cd變回5cd 變相5cd解角兼生成技不錯 好 隊長技是2.5倍血輕減 35%就還好啦 我想在火水屬之下都適合火箭呀 多個龍這一類來入偏城啦 畢竟L字防這顆已是結體好呀 好 三個版本 降星神就講完啦 再下面是降星神的暗版本 這個是之前公開了的 有8個暗珠強魂化 兼30c 雖然目前暗珠強魂化就不知怎用 但只有30c竟然是很漂亮的火力啦 好 再下面是舊進版的 降星神 這個是九餅化了的 壓縮防綁啦 然後多回九餅 九餅雙7c 連上七角星是7c 三七時九餅 雙之鬥都不錯的 雖然是單暗屬要吃回轉屬武裝才有火力啦 技能都是召喚技兼天降loop技來的 隊長技就不太期待啦 好 再下面是版本2 救進版本2的 已不是說是極醒的天平神 極醒才平神覺醒方面是沒有buff的 都沒辦法啦 是成不正今次的腰字 以及sb skill 差轉這些強化 我想除非之後多回7c plus 如果不是都很難強化到的 而超覺醒多回10c 10c3 7c 技能是8cd技99湯天降的暗加深loop 技能都還好 隊長技是2寸暗70% 輕架不錯的非變身來說 但只限回神兼機械系的綁定 就不算易用啦 OK 下一位 裁平神的武裝 覺醒無buff度 技能都是多回3位和919湯的暗加深天降而已 而留意是由原本的暗小小天降呢 變回暗小天降啊 描述是不同了 變相這個天降應該是好一點啦 或者是有這樣一點啦 好在下面是聖魔王 首先舊進版1 是多回九餅化了 見到了 由原本的不知什麼鬼覺醒 變回雙之斗九餅 4個光珠強化 連7覺醒之下是雙九餅雙之斗 變相是不錯的覺醒啦 7CD技解鎖生成兼加速都 都是這樣啦 雖然不算差都實用 但攻略來說就差一點點 對掌技都是啦 輕減70% 但10字的心燒呢 就難用些 感覺上都是放回光九餅用啦 再下面版本2是忘了啦 之前公佈過的 這裏就不說多一次啦 是10字兼10絲燒啦 再下面極醒版這個版本是 覺醒沒buff到 都沒辦法啦 假如50上強化不剩下一個 5阿叔的話 我想覺醒都很難buff到啦 而11CD技也是11CD技 多個破雙級 11CD破雙級啊 是不錯的技啦 畢竟是3回合 又是非變身角色 而7個性多回10絲 10絲之下都適合10字的玩法啦 OK 隊長技0buff 再move到下一位 魔攻雀的版本 舊進版是 首先是狗餅化的 Buff做4SB3個火珠強化Path 並且是狗餅1顆 之鬥1顆 連上7個性狗餅2顆 紅毛疑問都是狗餅角色啦 7CD也是啦 解落生成兼加速 技能不過不失還好啦 再下面是救進版本 這個是前日說過啦 我們看回極醒版本 極醒版本身是不錯的 雖然覺醒沒buff到 如果阿帝假如多回10絲的話 沒錯啦 多回10絲 10絲3 7絲貫通之下 火力方面是做一個昇華啦 變相火箭多個龍這一類更加適合啦 再者是三圍不翻 但6CD不翻的 不翻甚麼呢 喔是不翻加回喔 即是變回解落生成兼加回加手之兩倍喔 三回合之間 這個絕對好技呀 雖然6CD來說可能是偏長了少少啦 但功能性是非常之舊的 以回極醒來說這位好不錯呀 而隊長技是不翻1.7倍血 都是Semi的通脹 好在下面是武裝方面版本 都是轉回技能意義 不特別的 在下一位是大魔女啦 水大魔女 尼邪的進化前 原版本是 SB差主是沒有壓縮到的 死亡 不翻甚麼呢 不翻做U字 OK 由3U變回4U 這個是兩個U+, 加上五色強化新增 連上超過性之下是兩顆五色強化兼4U 火力方面自然是不錯啦 好不錯 再者是三維不翻 技能這打沒變 在下面是舊進版的 前天看過啦 是壓縮SB差子 然後多了個五色 OK 而武裝也是多了三維移椅 其他沒變到的 武裝可惜一點 好這裏就是版本20.0而半循的強化啦 強化大概是4隻 首先鋼星神的水來講 是完全腰致化了 雖然是火水傷色 但是腰致和多角龍的傷性不太適合 但入火前是OK的 而個人因為舊進版是火力向 反而極醒版這個不錯 主要是靚在L字房 算是水火隊水隊L字房一個新選擇 而鋼星神是完全火力向 雖然極醒版本多個天降掉落的大天降掉落都OK的 即是本身功能性不夠 也不算易用 而聖魔王三個版本 極醒來講雖然多點火力和三回合破雙級都不錯 但目前來講實用場合都不算很高 所以暫時看來都是狗餅化這個好玩點 雙狗餅雙之斗這個不錯 舊進版 而魔工作方面個人認為最漂亮都是極醒版本 3 7 C 10 C 貫通版本 在技能buff之後解手之解回 這一招技能盟的覺醒絕對是漂亮 只是目前火箭都不算強勢 所以總結來說最漂亮都是多色的水魔女 個人因為進化前的版本未來性大一點 畢竟首先skill差主是微力壓縮 正面最後強化空間 加上四腰之下 可以潛回解手覺醒 加上火力夠高 只是單屬之下要計算轉屬武裝 而舊進版水魔女相對之下異用一點畢竟雙屬 在高火力之下竟然可以即時採用 好強化方面暫時是這樣 我想在新覺醒之下的強化是陸續有來 所以之後都可以期待一下 而在下面是王者天下的合作強化 看看Carita能力調整是哪幾位呢 我希望全部都有強化 好 能力調整方面是 一部份Carita能力調整而以感 OK 沒錯 就是之前公佈的四位 分別是姜懷 楊端禾 蒙田 加上認證 而這四位共通點都是有妖之覺醒 所以妖之覺醒以外的角色就沒有強化 單單只有強化四隻魚耳 所以個人認為是可惜一點 畢竟這個強化之下 變相這四位跟其他角色的強度都不太match 畢竟火力方面明顯是高幾個級數的 只有姜懷這個三十絲三妖都是瘋了 所以其他角色不buff都可惜一點 好 這裡是王者天下的四位角色強化 在下面就是Happy Birthday的華絲強化角色 這個是魔神雀和魔神妹 看看怎樣 華絲的生日強化 對象是魔君主和夜魔 美惑的夜魔魅魔 看看怎樣 畢竟進化都有 首先看進化 新進化可能角色 喜樂魔君主變回娛樂魔君主 覺醒方面是怎樣呢 是獨內性之斗雙九餅 連上超覺醒是4SB雙九餅之斗 不錯 覺醒好漂亮的 易技能是3CD的兩彎武天國 再者木豬撕不到水五粒生成 再回血 感覺上是解消豬生成回血用 3CD解消豬這下漂亮的 只是生成的量太少了 只有五粒生成的話 對狗餅的玩法不太友善 但這個位置好正喔 這個大腿位好正喔 哈 好不健康啊這個位 看來這個畫師的畫功都好不錯 好調章方面是 2倍的惡魔綁定 2倍血加回3秒手指 水10粒半減25倍攻 都不錯的 4倍坦度 只是沒有加算沒有追打的話就不太容易用啦 OK然後武裝方面是雙枝斗武裝來的 再外加各按摩追加啦 易技能跟回本體就還好 覺醒不錯的雙枝斗用 好新進化的木君主 最下面是新的魅魔啊 魅惑的夜魔 新進化的版本 但進化前好像差不多一樣而已 是不是變化好像不太大 看看怎樣啦 覺醒方面是變回做 5.7C的 5.7C雙暗傳燒 連覺醒 超覺醒是6.7C雙暗傳燒 並且是雙暗屬的 看來都是偏火力向的角色 而技能5CD的3彎的武天降 防兼解手指1.5倍 還有一個洗版技來的 這一招技似乎是新春冥底神的低配版啦 畢竟新春冥底神是4CD的 這個是5CD兼3回合武天降 變相難用少少啦 今天隊長技是1.7倍惡魔兼半減這些都還好啦 靚靚靚再過10秒延長的都不錯啦 10秒延長啦 在4星之下有機會打回一些挑戰關 特殊關 兼S分關這些 好新進化先到這裡 在下面是強化內容 首先魔君主的星7版本是多回個 沒錯啦是九餅 單九餅連上超覺醒是雙九餅 多回雙九餅 6CD技是解落 火木變水加上解手指加攻2倍 變相都是水珠放提技兼解手指加攻技不錯的招技 都算是九餅用啦 即是覺醒方面未算好美是交回的 加上單屬都不算易用啦 而隊長技是變回2倍血半減兼固定追達1 所以說不上也可以放回隊長用 而舊進版本是變回10C兼10字向 覺醒不翻4SB 2顆水加強化 加上雙10C兼10字 連上超覺醒之下是最大6SB 6SB雙10C兼10字都幾正覺醒啦 易技能都是解落兼轉換 以及解手指加攻 變相定位在水十字隊 在6SB之下 覺醒是不錯啦 個人認為有些機會放回幻畫師的Kuroe 即是玩水十字的黑刀幻畫師 隊長技方面都是綁回惡魔術的 劍半減2倍血半減 加上水光10字消時 是每一顆3倍攻擊1C加算 OK 10字疊加型 都算是不錯的buff啦 然後第三個是點陣版本的魔君主 覺醒方面多了7C 是加回SB大兼手指大22 加上超覺醒是攻擊Kuroe OK 變相定位都是Kuro用啦 3CD的暗屬性減攻 兼解了火木變水的 即是3CD的轉換技 是放回狗餅用 但本身覺醒不是狗餅向都難用一點 隊長技是點陣角色 就4倍血5倍攻這些就還好啦 OK 下面是無啦 微魔是無新的強化調整的 所以強化兼進化是這麼多啦 個人認為新進化版本都不錯的狗餅向啦 技能都漂亮 3CD解消珠兼加血是漂亮的 即是生成的量不太多 只有5顆是差一點 這可惜點 而武裝都漂亮的雙枝斗用 算是火花未來的水狗餅隊啦 而新的微魔個人認為是正月的冥底神的下迫動版啦 雖然火力方面6-7C之下是偏上位的 可惜沒有貫通呀 技能都偏回功能向啦 所以以火力重入花暗戰機隊都OK的 OK 而魔軍主方面 強化後版本個人認為不錯的是十字版啦 這一位6SB 雙10C 十字版本 個人認為這隻不錯的 希望之後可以跟黃畫師庫羅來搭一搭啦 好 生日強化就到這裏 Happy Birthday to Nia 畫師啦 好 最後是這個黑幣的set 看看是甚麼來啦 都是吃錢東西啦 魔法石85個兼黑幣7顆石登場 黑幣7顆兼85石 即是紅幣37顆兼85石 定價是5000日圓啦 都OK的 即是一批石價錢多回7顆黑幣 變相沒有貴到都算不錯的 假如貨開金的話都抵買啦 假如不貨就不要買啦 OK 好 今天的情報就到這裏 明天就是版本20.0update啦 到時會有新關兼新覺醒追加的 所以明天可以看一看新關如何啦 OK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最貼的希望給你按讚和訂閱我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